下面我们讲解PiGame的图形绘制机制 图形绘制简单理解 就是像屏幕上绘制一些简单的图形 如直线 圆形 椭圆等 任何一个图形绘制之后呢 PiGame都会用一个巨型的类来表示一个图形 这个巨型的类叫 而绘制图形 PiGame使用PiGame.draw 这里边我们看 在屏幕上绘制一个圆形 其实无论是圆形 还是其他的规则或不规则图形 它最终都可以用一个与它紧连的 矩形来表示 所以PiGame使用Rect类 一个矩形类 来表达圆形绘制之后的 它的所覆盖的区间范围 PiGame的Rect类 表达一个矩形区域的范围 它用来存储坐标和长度信息 它仅表达矩形范围 所以PiGame的Rect有四个参数 分别是矩形的左上角的坐标 定义为Left Top 以及矩形的宽度和矩形的高度 对于矩形来说 只要我们定义它的左上角的坐标值 以及它的宽度和高度 是唯一可以确定一个矩形范围的 那么矩形的Rect类提供了很多的属性 每个属性返回一个数值 或者一个代表坐标的元组值 这里有好多 比如其中的Size 返回的是Rect的大小 Wave表示它的宽度 H表示它的高度 更多的值 请同学们猜一猜 它们都是什么含义 Rect类还提供了一些方法 用来操作这个矩形区域 比如点木我们曾经用过 点Copy用来拷贝 生成一个新的矩形区域 这里有很多的操作方法 也请同学们通过名字猜一猜 更多的方法呢 我们用到的时候再讲 现在这个时间呢 如果同学感兴趣 可以找到PiGame的官方网站和官方文档 逐一了解每一个方法的功能和使用的效果 PiGame可以绘制矩形 多边形 圆形 椭圆形 椭圆弧形 包括直线 多线 无锯齿线和连续的无锯齿多线 事实上这么多的图形绘制 都在PiGame的 PiGame.js的这样的 类的下面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每一个图形绘制的方法 以矩形绘制为例 我们使用PiGame.draw.rect的函数 来绘制矩形 还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Surface 它表示这个矩形绘制在哪个屏幕上 比如说我们当前的窗体 定义了一个屏幕叫Screen 那我们就把它绘到Screen上 这个地方需要给出这个窗体的Surface的名字 之外我们要给出 绘制矩形的颜色 绘制矩形的矩形区域 因为矩形本身就是一个矩形区域 所以我们要告诉 绘制的方式 它的坐标是什么 矩形的长宽是什么 最后一个参数叫宽度 默认为0 如果留默认值的时候 我们理解为边缘为0 也就是说整个的矩形会被填充为既定的颜色 如果我们设定了边缘的宽度 那么矩形内部不会被填充 说了这么多感觉很抽象 下面我们写个代码 来看一看如何绘制不同类型的矩形 我们打开PyTron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PyGame最小框架 来修改我们的图形绘制的程序 首先定义两个颜色 金色和红色 下面我们来绘制两个矩形 这里边我们看到 我们给出了四个参数 第一个是屏幕的surface类型 之后是绘制矩形的颜色 然后是矩形的类型 以及最后它的宽度 下面我们印一下这个程序 这里边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两个矩形 其中一个是有宽度 一个是没有宽度 但是矩形内部被填充为既定颜色的方式 矩形的绘制比较简单 那么其实其他的所有类型绘制都是类似的方法 我们逐一看一下 多边形绘制使用Polygon函数 它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surface 我们知道它表示屏幕 然后是color颜色 第三个参数叫Pontlist 对于多边形我们怎么描述呢 最简单的描述方式 就是将多边形的每一个顶点描述出来 将顶点连接成线 那它就是一个多边形 所以通过第三个参数来绘制多边形 圆形使用Pygon照Circle来绘制 对于圆形中 我们需要给定屏幕的surface 圆形的色彩 那么怎么去定义圆呢 我们需要知道圆心以及它的半径 所以第四个参数是圆形的圆形坐标 然后是圆形的半径 最后还是宽度 椭圆形绘制跟其他的方法也很类似 我们有第一个参数surface 指椭圆形的绘制屏幕 color椭圆形的绘制颜色 rect 由于椭圆形的最好定义方式呢 就是找到椭圆形外切的矩形 所以我们给出矩形 也就能给出椭圆形的精确位置 所以我们用矩形区域来表达椭圆形 最后是宽度 Pygame提供了Pygame照ARC函数 用来绘制椭圆弧线 也就是说它是椭圆形的一部分 一段弧形的线条 它的参数呢 是包括椭圆弧线的绘制屏幕 椭圆弧线的绘制颜色 椭圆弧线的绘制区域 其实这个值呢 与我们绘制一个椭圆是相似的 首先给出椭圆的矩形区域 然后给出绘制这个椭圆形上 一个曲线的起始和结束的弧度值 这里边我们使用的还是迪卡尔坐标系 它的横方向向右侧为零度 那么零到360度 我们可以任意选择起始和结束的角度 来绘制这个弧形 最后是宽度 除了一些几何图形 我们还可以绘制直线 直线比较简单 只要给出两个顶点就可以 所以我们的参数是 Surface直线的绘制屏幕 直线的绘制颜色 直线的起始和结束坐标 最后是直线度的宽度 如果我们想绘制多条连续的线呢 也可以使用连续多线绘制方法 采用pygame.draw.lines 它的参数包括连续绘制多线的绘制屏幕 绘制颜色 第三个参数叫closed 它表明如果我们定义为true 那么在其节点跟中止节点之后 我们会默认地增加一条线 将它俩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 如果这个参数呢 我们定义为false 那么就形成中时的 绘制多条线段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绘制多线 我们需要定义每个线上的节点的坐标 所以这时候第五个参数是point list 表示连续多线的顶点坐标列表 除了直线之外 我们还可以绘制无锯齿形的直线 叫无锯齿线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线条出现呢 其实如果一条直线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绘制 我们发现非常完美 直线绘完了 但是如果一条直线是斜方向绘制 由于直线需要跨越像素 那么在放大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条直线会有锯齿的效果 那么pygame为了让程序展示的效果更好 提供了无锯齿线的绘制函数 用来绘制看不出那么明显锯齿的一条直线 它的绘制方法与绘制直线相同 有参数surface,color,起始和结束的坐标 既然有连续多线 那么也会有连续无锯齿的多线 那么使用pygame draw.aa lines来表示 具体参数呢我们不说了 但是我还要注意一下 这里边的point list表示的是 绘制连续无锯齿线的顶点坐标的列表 最终我们要给出一个列表类型 而列表类型的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坐标值 好,说了这么多的图形绘制函数 大家是不是有点晕呢 我们不要晕 下面跟老师一起热热身再去写一个程序 但是写之前老师不告诉大家 这个程序会输出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还是从最小的pygame框架写起 我们定义几个颜色 这里边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用RGB值直接定义 我们也可以使用pygame的色彩类 color类来定义 我们首先定义金色、红色、白色以及绿色 接下来我们绘制一个椭圆形 这里边老师给了一只坐标 我们假设先写这些坐标 接下来绘制两个圆形 再接下来我们绘制两个巨形 然后呢我们尝试绘制一个多线类型 那么绘制多线类型之前 我们生成一个顶点的列表值 然后绘制一条多线 最后我们再绘制一个椭圆形 图圆弧形 这里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绘制图圆弧形的时候 我们需要利用π值 那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库引入圆周率π 好这里边呢我们需要注意 我们绘制一条直线 它也是一条多线 那么同学们可以在进一步的修改阶段代码 使它绘制为无锯齿形的多线 比较效果的情况 下面我们运一下这个程序 但是呢老师不告诉你运行结果是什么 大家敲敲代码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